她只是搬了新家还没来得及安上窗帘 没想到差点因此丢了性命 就在女人无意间抬头的时候 发现对面楼上有个诡异的人影 对方似乎在盯着自己 女人起身走到窗边查看 人影却已经不见了 半夜下起了雨 女人站在窗边向外看去 再次发现了对面的人影 她想的对方或许是在赏雨 恰好丈夫喊她睡觉 她没想太多就去睡了 第二天 电视报道了一期可怕的新闻 对面那栋楼发生了命案 受害者是一名年轻女子 女人联想到昨晚的人影 赶紧拉着老公跟她讲述了一番 老公过去看了看 没发现任何异常 便安慰女人不要多想 这天女人走在马路上 总觉得有人跟着自己 可看着行人一个个走过 她又觉得是自己一神一鬼 为了缓解一下情绪 女人走进电影院准备看场电影 她特意选了个四周没人的位置坐下 但她屁股还没坐热 身后就来了一个男人 女人瞬间有种被野兽盯上的感觉 她缓缓转过头 看到一双男人的鞋子就被吓到了 转过头不敢再看 这时身后的人突然向她靠近 强烈的不安让女人起身就跑 来到灯火通明的超市 女人才渐渐安下心 可她走到一个货架前 不祥的预感再次涌上心头 她往旁边一看 正是电影院里的那双鞋 她连多看一眼都不敢 慌忙往楼梯间躲去 回到家后 她把事情告诉了老公 老公带她回到超市调取监控 监控里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说跟踪实在有些勉强 但那种可怕的感觉让女人不敢放松 她用手机拍下了男人的照片 老公要回公司加班 女人独自回了家 她不放心地来到窗边 看到对面并没有人影 这才松了一口气 突然敲门声响了起来 大半夜突然有人敲门 女人独自一人在家 可把她吓了一跳 丈夫有家里的钥匙 不可能半夜敲门 女人忐忑地走到门前 透过猫眼往外一看 放心地开了门 是房东太太来找她的猫 女人说自己没看见 把房东太太打发走后 恰好看到刚回家的女邻居 女邻居看她在家无聊 邀请她过来聊天 两人聊得十分投缘 女人忍不住跟她说了 这几天的经历 邻居告诉她不要怕 她的抽屉里有枪 如果女人遇到危险就大声喊 她会立刻带着枪过去救她 女邻居的话让女人安心不少 一身轻松地回了家 可当她拉开窗帘时 却再次看到了那个人影 女人安慰自己 或许对方只是喜欢站在窗边 不一定就是盯着自己 于是她举起一只手 见对方没有反应 女人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她准备拉上窗帘时 对面的人也抬起了手 恰好此时老公回来了 女人赶紧跟她说了这件事 但人影早就无影无踪了 女人决定报警 警察做好记录后 准备去对面查看情况 老公选择一同前往 没过多久 老公回来了 面色有些凝重 对面住着的正是女人拍下的男人 可老公觉得作为邻居 偶遇几次很正常 女人很伤心 恐怕她哪天被杀死 老公还觉得是她不小心撞上了别人的刀 第二天晚上老公又去加班 女人用椅子堵住房门 回到房间后却发现枕头被动过 突然被人罩住了 女人用椅子堵住房门 回到房间后却发现枕头被动过 突然被人罩住了 还好只是一场梦 但她听到隔壁有声音 她立刻去隔壁敲门 邻居们都围了过来 女人很激动 坚持让房东把门打开 屋里空无一人 只有房东的猫 但那种声音不可能是猫能弄出来的 女人心底愈发不安 这几天女邻居也不见踪影 老公见她不开心 以为是她独自在家太闷了 决定带她去参加公司聚会散散心 可在聚会上 老公聊得兴起 竟然把女人这几天的提心吊胆 当个笑话说给同事听 这把女人给气的 直接回家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就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 突然听到隔壁有声音 难道女邻居回来了 想起那个热情大方的邻居 女人觉得正好可以告个别 可她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印 试着拧了下门把手 房门竟然没有锁 女人推门走了进去 一眼就看到了女邻居的尸体 没等她回过神来 自己的头被人照了起来 正是那个跟踪她的男人 男人让她不要发出声音 此时丈夫回来了 女人刚想求救 她挣扎着在地上爬 想去拿女邻居抽屉里的枪 爬到一半却没了力气 男人学着女人的样子躺在一旁 轻轻握上女人的手 丈夫给女人打电话 却听到妻子的铃声从隔壁传来 出门正好遇到男人出来 丈夫瞬间明白了什么 刚要上前 原来女人坚强地站了起来 拿到枪为自己报了仇 丈夫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女人走了出来 给了她一个眼神 让她自己体会 小屁学了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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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这里 字幕 李宗盛